大家好,我是Dan 在Apple對內XXXX引起爭議後 這三個月來一直都沒有發表任何立場的成員 イナン・イジンソー 在爭議之後,昨天首次在廣咖IG發表了自己的立場 表示,絕對沒有過 我們先來看一下イナン的立場文 大家好,我是イナン 這期間我沒有發表立場最大的理由 是因為相信公司的對應而在等待 我覺得為了團體,個人去對應這件事情不太好 現在也是有著同樣的想法 但是因為很多人相信與事實不符的部分 為了防止更多的造謠,為了粉絲們 我也應該要做我需要做的事情 雖然我不想一一提起過去的事情 但是,真的沒有做過,絕對沒有 真的是想說這一句話 2015年5月,以17歲的年級開始了練習生生活 在不到三個月的練習後,就上了舞台 因為出道比較早,所以有很多不成熟與不熟練的地方 這七年來,每一瞬間我都努力地表現了真實的イナン 在經歷過這次的風波後,我學到了公眾人物的責任感 我也反复地問了自己,我是不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答案是,以後我會成為更加愛惜自己 成為更堂堂正正的人,更加發展的公眾人物 以更成熟的樣子與大家見面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相信我,等待我,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嗯?所以到底是想說什麼呢?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辛苦,這是要準備回歸嗎? 不是,立場文的話,最起碼要有點誠意解釋點什麼吧 能當成是解釋的地方只有,真的沒有做過,絕對沒有這一句話 其他內容都是在說自己為了夢想而努力,真的還不如什麼都不寫 怎麼立場文都是在說自己辛苦的練習生生活,用感情來苦訴呢? 所以結論是什麼,有冤枉的地方就澄清,要不然就道歉呢? 突然上傳自己人生的感想我幹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以金村上傳的立場文 大家好,我是以金村 目前為止,就算有那麼多的猜測跟誹謗,也默默無聲的理由是因為 現在正在進行法律程序,而且在跟公司討論後,就決定了不發表立場文 我在2015年2月進公司後,沒有充分的時間適應 就跟出道組一起每天都繁忙的反复練習 在出道成員都確定了之後,大家都沒有外出跟休假 只是來回宿舍跟練習室努力的練習 當時包括我的大部分成員們,在對彼此都不太熟悉的情況下,就一起開始了宿舍生活 我與退團的成員相遇的時間非常少,他幾乎不會來練習室,也不常來宿舍 只是在有行程的時候才會見面,所以我與退團的成員私底下沒有很多機會說話 但是即便是那樣,我們彼此互相認識,彼此照顧的時間還是有的 雖然是一部分,要把當時的回憶這樣上傳,感到很傷心 我與那位一起度過的時間,然後到現在對於那位也是一樣 絕對沒有過一次不懷好意,也沒有做過惡意的行為 因為長時間的沉默而疲累的粉絲們,謝謝你們相信我等待我 然後已經說上傳了Hunju寫給自己的手寫信 Kinsoor,我是Hunju姐姐,祝福你的生日 在我們相遇之後真的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Kinsoor應該會很疲累吧,是姐姐不太了解你,對不起 但是一直都這樣忍耐的你,姐姐覺得很帥氣 以後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可以隨時來找姐姐 對於你,我可能是不爭氣的姐姐 但是只要你能敞開心扉,不管什麼時候,我是都可以的 以後我們會一起度過更多的時間 我們同心協力,加油吧 因為是不爭氣的姐姐,所以感到抱歉 但是姐姐還是很惦記你,所以不要太累,加油 親愛的Hunju寫,生日快樂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這新內容根本就是姐姐在哄中兒病的妹妹一樣 因為這封信,更讓大家知道了全局想要和好而努力的事情 所以,是為了讓大家知道全局很善良而上傳的嗎? 真的不知道意圖是什麼? 這是準備要出來嗎? 習慣性的欺負成員就不是惡意的行為嗎? 你先去看看你過去的影片吧 我可能是不爭氣的姐姐,但是只要你能敞開心扉 不管什麼時候,我是都可以的 這個部分就是X的證據 你沒有理由的欺負我了,但是我一心想要跟你和好 不就是這個意思? Tenju不是粉絲的我,看了你的信,也覺得心疼 Tenju真的是努力了 竟然用自己的手上傳這個傳奇啊 但是也有網友留言 能寫出這樣的信,就表示沒有被X 你們不要隨便扭曲,黑粉們 對於尼南恩已經說的立場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非常計 Streis 好,最爽快的